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工作之后 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慰藉 会真的确实的觉得 非常做这件事很开心 很自由 尤其是 我还记得我在工作前几年 非常非常忙的时候 跟其他几个朋友 就包括另外两位诗人 我们一起组了一个读诗会 以前读诗会一定是 大家此时何何拉塞 喝酒聊天的借口 但现在变得不是 就是大家都非常认真的讨论 而且那讨论诗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就是的确这真的是 把很多生活里的东西放进去 比如说像哲涵的诗 有时候看到他的诗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加油 所以哲涵说诗是 光芒闪闪的巨型屏幕 其实我这边放了三句 我之前是给编辑挑 但他说三句都很好就一起放吧 所以我就能够放三句这样 那我想我主要要讲的其实是 最长的那一句 诗诗光芒闪耀的巨型屏幕 因为其实巨型屏幕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出现在都市里面 对 城市里面你就会常看到的 甚至是每个人家里就有电视嘛 是一个很常见的都市的一个意象 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一个象征了 我把这个东西就是出现在大家生活中的这个东西 拿来当作诗 代表的是我觉得其实诗 其实它是出现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的 就是像刚刚博轩讲的 我其实都是用很生活化的方式去写诗 其实我的句子真的不会很困难 对 真的 一定看得懂这样 对对对对 讲的都是可能 我其实很常写上班族的生活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上班 那有时候上班就会有一些情绪要抒发嘛 等等 对 所以就是朝这个概念 那我就觉得说 一个光芒闪耀的巨型屏幕 那它到底在播放什么东西呢 其实每个人看到那个萤幕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它可能就跟诗一样 你可能看到的时候 可能看不懂 但或许有勾到你一些什么 心里面的一些感想 那我觉得那样子也就足够 是可以让你再去想一些东西 好 有些影子怕黑的得青 我觉得这一句我在想 詩是一个就是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好像是现实生活 再往旁边跨一步 但是一样是那个世界 就好像 其实我要讲诈骗集团 为什么我要讲诈骗集团 因为我有一件事 之前就很多 尤其那种爱情诈骗 很多那个印象最深的 就是以前有一个博士 女博士 然后她说她跟那个CIA中情局的投资 谈恋爱 但她从来没有经过本人 但是她到 可能到如今都还深信不疑 还为她写了一本书 写了八百页的书 写他们的爱情故事 还自费出版 对自费出版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她创造了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世界 而且真的活在里面 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她 她创造了一个世界 我觉得这实在太惊人了 这非常惊人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你觉得把她拉出来很好吗 也没有啊 她不是活在里面活得很好吗 然后我又想到 有一部电影叫全面启动 我每次想到她一开始 那个AMPage出来的时候 那李耀娜都在跟她讲怎么做梦 怎么样让现实变成一场梦 怎么样真的在塑造你生活中所有的东西 你自己去创造决定你要外界长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失忆 甚至包括那个诈骗集团 跟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都非常失忆 她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现实 而且是用你的意念去创造的 所以我就觉得不管她是不是谎言 只要你深信了她就变成失忆 诗人都可以把真的写诗这件事情 讲得好有道理 所以我完全被你们睡觉 因为我被人家问到说要 我下次又讲不一样了 所以接下来三位还有新的出书计划吗 就是约莫到 你们现在是三十岁要出这一本书吗 有没有相约三十二岁三十四岁要出这一本 再出一本诗集 然后没有出的话要赐什么的 那我们就早吃金诗了 暂时没有 因为这样子约下去可能就真的要赐了 太刺激了 没有新的目标计划 其实有啦 但是现在先不能讲 你们先回去把那个 威威夫人相谈室里面那个 这么多二三十个问题 我告诉你有一些真的是出版界大家 对 很多人进去认真用心头的问题 对 我们需要先解决这个明月 因为现在碰到朋友有的就会说 那个怎么还没回啊 但是我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问题 但是她应该有头这样 所以你们应该要认真回答 会的 大家上网搜寻 夫人的烦恼就可以找到我们 欢迎大家把你的问题透过 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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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代诗比较平易近的 她其实是很容易阅读的 对不对 其实在阅读上 你会知道 因为像现在的 现在其实现代诗是比较短的 第一个是她比较短 第二个是她其实 同时提供给你的资讯量是很多的 然后她又是让你可以参与进去 讲你自己的故事的 对 所以我觉得 以前常会玩个游戏 就是你想一件事情 问一个问题 哪一本诗集 翻到其中一页 找其中一句 她有时候真的会回答到你一些东西 也许是你心中原本就有的答案 会被召唤出来 我觉得诗有时候有趣 在这里是说 你参与的程度其实比较多 而你花的时间又比较少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读诗 一直给我 一直对我来讲是蛮有趣的事情 好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件事情 对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诗人来到棚内 然后让我对诗比较不害怕 真的面对诗人的时候发现 其实诗跟我们很接近 谢谢 谢谢 谢谢美玲